大家好 我 鄧慧雯 阿輝 为你做会 心思有人知道 大家好 心思有人知道 我是阿輝 今天是阿輝 我是阿輝 我是方玉 方玉律师 慧雯好 怎么会这样 好啦 各位 大家好 对对对 我们今天要来延续一下 上一次我们讲了有读关系 然后那时候有跟大家解析 例如像pick up art的一些过程 结果就得到很多很多的回应 但是上次我们没有讲到 辨识出来之后要怎么办 如何可以走出有读关系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听众的回应 例如说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 c.l.c9151 因为我们都是用账号列出来的 他说 为什么有些父母跟女儿关系很好 但是女儿碰到不OK的对象 再怎么善良 也还是能够逃得快 因为我们上次讲说 有些父母把女儿交得很乖 然后女儿就很善良 都不好拒绝外面的人 那有些父母也是把女儿交得很好 善良 可是人家就懂得逃 这种成功的亲子教养的关键 到底是什么 他说 例如说我认识两个这种类型的女生 她们都是很有同理心 很顾别人的感受 然后从小也都是很乖巧 但是她们都很快的就会离开渣男 不会待在这个关系太久 然后她们是不是有一些教养成功的特殊性 那她说她提出她的看法 来看看我们是不是也这样观察 她说第一个 第一个是这种女孩原生家庭的共通点 就是父母对她们都极度有耐心 在我们这位听友的观察里面说 你看她们怎么被父母对待的细节 是叹为观止 即便父母双心工作很忙 只要碰到儿女的事 都是非常有无限的耐心 当一个人对你很有耐心的意思 就是他对你的本质的接受度很高 并不是说把你交成乖女孩 是要去配合她们对好女孩的想象 她们不是这种有条件的 而是你就是你 远超过乖 远超越乖或坏 那是宠但不是溺爱 然后稍微观察那些溺爱儿女的家庭 她们其实溺爱儿女是想要交换 要孩子很乖 所以会不会这些孩子 如果被这种父母 就是以有条件的方式 好像推到比较乖 那她们阴暗面没有地方安放 就投射到渣男渣女身上 这是不是就是 她们会跟渣男渣女纠缠很久的心理动力 然后最后面她要讲一段 她说她认为 溺爱不是爱 英文里的溺爱并没有love 的这个字的意涵 这是中文的问题 溺爱好像是一种爱 但人家我不知道英文的 真的英文不够好 英文的溺爱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就是像mother issue mother issue father issue 中文翻译成 恋父恋母情节也很怪 因为华人太缺爱 是不是所有中文造词 都要放上爱跟恋这两个字呢 谢谢 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真的很感谢听众朋友 为我们谈的议题 做这么多的反思 还打了这么多 所以那律师你怎么看那种 我们都想把小孩教得好 希望女孩子善解人意种种的 可是有人教出来善解人意 可是不会傻 不会被利用 好 我自己用我自己的亲生经验 来看律师的小孩 律师的小孩 应该讲说 其实还蛮妙的 有法官的小孩跟律师的小孩 那时候我刚生小孩的时候 就开始观察 法官的小孩跟律师的小孩 会怎样不一样 好有趣 这第一次听到 对不对 我后来发现 法官的小孩很乖 老师的小孩也很乖 对 这真的 老师的小孩很乖 尤其我们在处理到 离婚的议题的时候 我发现离婚很难过的时候 很难过那个坎的时候 我都会先问你父母亲 是不是老师 就是我会发现 老师的孩子很多的答案 就是他们很多事情 有那个是非体 非黑几百 是非体很多 就是是非体 所以他会对跟错 所以他的那个灰色的东西偏少 就是对跟错 这样的选择 所以他们会有很谨守 一个伦理跟道德框架下 怎样的好孩子 或者怎样一个被赞美的孩子 跟被欣赏的小孩 他们是一路的这样子被要求 而且非常的自律的 所以我觉得好孩子真的是 有时候会特别心疼他们 因为你也知道他们的贴心 才会一直去希望让父母看到 你为我而感到骄傲的那一个需求 然后我发现 法官的孩子好像也是有点这么味道 那时候我说现在也许好一点 然后我就发现 律师小孩很怪咖 怪咖就是意思说 我举个例子 有一次我就看到 我们那时候小孩要上小学 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 小孩要送哪个学校 我们就开始学 小孩要送国中 小孩要送哪个学校 光一个 就是你选了一个学校 你就看到这个光谱 就开始长不一样 比如说我发现公教人员的孩子 我只是讲我旁边的朋友 不代表所有的人 或者是法官 很喜欢送到一个很严格管教的学校 就是我们通常虎爸虎妈 或虎学校 就是所以我们觉得很 非常需要他的自律性 跟你有没有功课好 你的学分 你的治愈好不好等等 还有你的品性好不好 好 我那时候在观察律师的小孩的时候 我几个同事 我就看到他说 我就看到他有一件事 我就说那个小孩穿了不同的袜子 颜色不一样 穿错了 我就想你会怎么看 我说你真的好有创意 你这样穿起来一绿一红好好看 我说好好好 然后我们通常会说你穿错的袜子 但是他没有 他就说怎么那么有创意 他是打字内心的去欣赏律师的小孩 然后后来我就在看 我说还有呢 我就看到他的那个 他有一次就跟我分享 他那个冰淇淋跟他去吃那个素食店 他把一个完全没有搭嘎的一个热跟冷的东西 放在一起吃 他说你怎么会这样吃 后来他吃 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发现律师很有一个叫主体性的概念 也就是说孩子长出他原来的样子这一件事情是 我们会很欣赏 所以不太会有框架 跟我们觉得说法条上应该要怎么样 似乎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当然我在猜也有一些律师不是像我现在讲 我只是说我周遭有很多律师朋友 他们很鼓励孩子去做自己 那我们在譬如说我那时候觉得说 孩子的书包你可不可以翻 孩子的书包 孩子的手机你可不可以看 好 律师就会觉得这是孩子的隐私权 你不可以去翻他的书包 几岁开始不能看 我们连国小就不看了 一年级就不看了 我们几乎都不看 除非你同意 我们就很有这种 所以不能拿孩子的手机来检查一下 他最近YouTube看多久这样子 律师的本身 如果说你的其实不太会 像我就不会 我完全不会 好 那那一件事情是跟我们法律养成有点关 他说这涉及隐私权 那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然后我们会很重视他的主体性的发展 所以他带有创意 第一个是我们我自己看见的 带有创意 带有独立思考 带有自己解决事情的能力 我们都会比较看到 你在教养当中这个孩子的能力 有没有被赔利 我们不太会看你考几分 因为我们自己都考很烂 我觉得法官的孩子真的比较会念书 笔记也写得非常好 像我们就可能笔记很乱写 为什么我们就太有自己的想法了 所以就很会写作文的概念 所以你会发现大家的养成的那种重点不一样的时候 孩子会长出不一样 那我只是要回应到这个件事就是 你是不是一个乖小孩子 跟你是不是能够让孩子长出他原来的样子 似乎关联性是比较大的 你刚刚讲的那个三点 我好想再讲一下 你说什么 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 然后有没有创意 创意 然后有没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创意是为了什么 创意就是为了解决事情 因为我们遇到所有的困境 有创意的人会把这个困境变得很有趣 解决的方式会很多元 我觉得这个是 你让我想到 如果我们回应的话 就是说 重点不是在 他看起来乖巧不乖巧 或者有没有善解人意 重点是 他知不知道他今天要 让别人满意 是为了什么 然后他可以要也可以不要 如果照你这样讲 就是说有独立思考 然后有创意 而且是有自己解决的能力 不过你说这个我也想起 好像每个职业的人 那你医生的孩子长什么样 我刚刚本来要讲 你说法官的孩子比较 可能比较乖巧 或什么 律师的小孩子比较怎么样 我那时候就心里想着 等着要等你讲完 要讲说那心理医师的小孩 就是怪 结果你先讲了律师的小孩 要怪咖 怎么说怪咖呢 我分享一个例子好了 这个 我小朋友的老师 曾经跟我讲过一个事情 他说 他们有一个活动 然后是讲一个例子 好像案例这样说 小明拿了小华的橡皮擦去做了什么 然后小华就生气了就骂小明 然后小明跟小华就吵架怎么样 然后老师就拿这个案例 请他们分组讨论 这里面的问题出在哪里 然后要以后 人际关系上应该怎么样 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案 然后但是老师就跟我说 他教书快要30年了 他从来没有看过像我女儿写的那种答案 我很想听 我跟你讲 老师讲说我冷汗直流 我想说他要告诉我什么 他说 妈妈 我教书30年了 无数的小孩写的答案都是说 我希望他不要骂我 例如说小明就骂小华 然后大家就讲 如果你是小华 你回答他就说 我希望小明不要骂我 那我希望他不要去叫老师来骂我 他有说 我希望 我每天都要记得带橡皮擦 我就不用借别人的橡皮擦 每一个小孩写的都是一个 我希望我要怎么样 然后他就说 可是你们家的小孩写的是 你看这个妈的表情 我希望他能告诉我 他希望我怎么做 然后你有懂吗 这好像心理师的用语 所有的 老师说所有的孩子写的都是 我想要怎样 我不想要怎样 只有我女儿写的是 他想知道别人想要怎么样 跟不想要怎么样 然后我刚刚听了 我就是想说 所以老师是在夸奖我们家小孩吗 我就 所以老师 这是你觉得怎么样 对 老师就说 我是担心 他会不会 太压抑自己 然后太替别人着想了 然后我就说 好谢谢老师的提醒 我回去会跟他讨论 然后我回去就跟他讨论 那我们小朋友的意思是说 他并不是说 他想要知道你怎么想 例如说他说 我希望你能够明确的告诉我 不能动你的橡皮擦 还是先跟你讲就可以借你的橡皮擦 然后如果我借你的橡皮擦 你是希望我道歉 还是希望我买一个新的怀念 你告诉我你要什么 然后老师说这很特别 那我说老师会想说 所以你想知道别人的想法 那你有没有 你为什么不会想写自己想要怎么样 因为有同学说 我希望好朋友的橡皮擦 要无限制的借我用 就是这种东西你有没有 对 他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知道 但是我希望别人可以告诉我 他们要什么不要什么 不要我做错了 他们再来不高兴 也就是说我们教小孩想的是 我常跟他讲知己知彼 就职业病 我就说你如果会惹别人生气 你要知道别人是怎么被你惹生气 但是结论不是你一定要让别人高兴 是你想要让他高兴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 你不想要让他不高兴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要避开什么 我一直都是这样叫他 就是那个雷区在哪里 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学起来了 然后老师觉得他蛮奇特的嘛 所以我就想说 其实我们都会用我们的擅长 跟我们相信觉得最有用的方式 来面对这个世界 但我们无形众也会传递给小孩 如果能够大家互补一下 就是所谓到我们上一集 上一集讲的如果说 同样会接触到小孩的大人之间 能够互补一下 我比较注重你知己知彼 可是另外一个人比较支持他说出自己的想法 也许小孩会被比较平衡的发展出各方面的能力 所以惠文我想问 所以你的孩子当时也就是想要去找出那个雷区 对吗 他想要知道对方的界限在哪里 对吧 我们家的小孩所学习到的是 他想知道游戏规则 所以他不会误入雷区 但是他如果要误入雷区 我觉得他也没有在怕 他也是有能力去 他先学习分辨 对 就是说他会希望有一个游戏规则给我 那不要我莫名其妙的踩到你的雷之后 你来对我发怒或给我一些惩罚 因为我们一直都会跟他强调 讲清楚彼此的规则 那如果不同意规则就先讨论 不要规则定了之后 事后再来就是冲突 那我觉得我们想象一种 理性的东西 可是有时候也要注意到 这个东西带进现实世界的时候 有时候不见得可以完全使用 所以老师就提醒了说 也要鼓励他有些时候 弄不懂别人在想什么的时候 没关系 我可不可以先弄清楚 我想要什么 就直接讲出他的想要 所以我就觉得老师给一个很好的提醒 哇 老师指正那个心理师 对 真的 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在听 老师有什么会听我的节目 谢谢老师 下一段再回来 那是我们继续来谈 然后有这位料性听众 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再谈到 会陷入这种有毒关系 就是自我价值比较不稳定 甚至自我价值低落 或自我憎恨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成长过程 有这个部分要怎么克服 那就比较不会停留在这种 有毒害的关系里面走不出来 自我价值低落跟自我怀疑 自我憎恨要怎么克服 对 这边写 请邓医师比较深入探讨如何克服 我故意不念这一句就把我念出来 先听邓医师的看法嘛 我们一起来想想看 我先讲自我价值低落 那当然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一个字 被请接这四个字来讲 叫做自我价值低落 自我价值低落我觉得在我看到的个案里头 我自己的经历 我发现自我价值低落的人 有一个如果在法律圈里面 我会看到或者甚至说可能在我自己接触里头 我会发现他会有自我膨胀的外在 我说外化行为也好 就是一个外在行为 去处理自己的自我价值低落的状态 那有一些人自我价值低落 他就真的放在一个很沉默的位置 所以我刚才还要讲的是说 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成功的人 所谓成功的人 我是指在物质世界里面被认可成功的人士 他可能很会念书 但他自我价值是低落的 有可能 是 然后有一些 当然可能就是真的很成功 然后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比较没有这个议题 所以你会发现说 一个人的学士经历这一件事情 都没有办法你让你一望即知 他有没有自尊心低落的问题 或者是自我价值低落的问题 举例来讲他可能已经够好了 那你就会看到他们所说的过度努力 就是他永远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人 然后就永远在追寻更好的境界 那我就觉得说你们活得好辛苦 我觉得我60分已经很好了 为什么你们已经100分了 还想要再200分的概念 所以你就会看到他们用很多的外囚 就是勋章 对我来讲是收集那些勋章 然后你就看了也很心疼 就是说你们为什么已经这样 所以我会发现这跟自我价值低落的议题是有关 那自我价值低落的议题你可以是创伤 你可以是一种创伤的展现 你可以是一种焦虑的展现 我不知道每个人展现的状态不一样 那有些就用一个很尖锐的行径来处理自我价值低落 所以他就会攻击你用忌妒 然后用踩别人的方式 然后让自己稍微好过一点点 我发现他们有些外面的行为就会具有攻击性 对 所以我对于大家如果没有去意识到 我可能有这个议题 也不愿意去承认自己有这个议题的人的时候 我发现跟他们交朋友真的好辛苦 我自己有一个关系就是 好累 我知道你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但是我理解 但我并不代表我需要去承受你们这些议题 然后投射到譬如说我的身上 或投射到别人身上去攻击别人 那往往我每次遇到这样的一个议题 如果你把它放到青少年 就是自我价值 它就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它不一定是低落 但是为了要处理那个低落的时候 跟那个处理自我价值 然后被认同的事情 有时候长得出来就是很像 然后那个很像的时候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然后用一个很 整个社会世界都对我不公平 用很多的愤怒来对待这整个世界 就让自己活着一直觉得 我真的是遇人不俗 或者是没有遇到婆乐的方式 去展现自己的愤怒 所以我会觉得 以自我价值低落这个议题来讲 如果今天放到一个亲子关系的时候 我经常往往会觉得父母有时候如果没有处理好 你的孩子很可怜 我非常同意你说的 然后我接着在想 如果已经被父母养成 自我价值低落 有没有办法自我疗愈 所以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阿玉 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自我价值是怎么建立的吗 就是你被父母养得很好 你从小就很有自信吗 我想没事情没这么简单吧 我之前一直跟你说过 我以前是放牛班吗 有这件事情还记得吗 不记得 我真的不记得 我比较难想像你是放牛班的 好 我先讲一下 我就以前一直讲 我不会讲国语 我是不会讲国语 我没有上过幼稚园 所以那时候是一个所谓的国语要 就是你讲所谓的讲本土语言 就是要被罚钱的年代 OK 你知道踏入小学是一个进入社会群体的第一阶段 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然后你却要求我的语言一定要讲 现在要教 可是你们就还没教我 我就不会讲 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被放到一个很边缘化 所以那时候是只会讲本土台语这样子 我会讲 我那小姨只会讲台语 到现在你看我讲台语讲那么烂 你看看 就我跟你讲 人被洗得很清楚 洗得很彻底 好 也是一段历史创伤的展现 对 那个是历史创伤 那对于我一个旁边 因为我家住桃园 旁边都眷村 所以你知道那个香音很重 老师的香音好重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所以你在上课什么真的是听不懂 所以我就只好每天看歌仔戏 看漫画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日子 然后 所以我在小学的阶段 就是五年 小学五年级以前 就是每天混吃混喝的 然后一直到 一直到五年级都这样 我的记忆当中 一直到小学六年级 反正我会国语了 对不对 功课就稍微好一点 班上有个排名前几名了 有这样的发展 那时候我一直到国中 上了那所学校 是一个大家挤破头的学校 那个时候挤破头 我分数其实还是被摆到 譬如说有三个班级 摆到一个最弱的一班 就是指说 这一班就是那种 不太会念书的人 那好像叫B段班 我们那个年代 你们那个叫B段班 我就剪成它放牛班 就是因为师资 好像都是放给最好的学校 我们这些就是好像 就随便都可以教这样子 那时候我功课 刚上国中也不太好 可是有一天 我突然有一个发现 我觉得这个社会 好像治愈好就好 所以我觉得说 原来我考试考很好 因为那时候我有个 每次在以前那个儒家教育 叫有教无类 然后我觉得没有个老师 做到这件事 然后我就充满了很多愤怒 我说有教无类 你们会教都不会做 我觉得那时候我就对老师 国语真的学得不错 马上就听得懂 有教无类的意义 对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老师就说一套 做一套 就对我来讲是一个伪善的社会 我那时候从小就这样 你说国中就有伪善的想法 对 我那时候都看 你是天生的律师 没有 我那时候都看那个罗嘉伦的 那个什么 这个什么人生哲学 因为不是 你看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 然后看那个什么 居里夫人传 看伟人传记 看那个 海伦凯乐 海伦凯乐之类的 这一条船啊 你真的是头一个年代 不头一个年代的嘛 这些都要写读书报告的 你真的是头一个年代 才可以跟上我说这些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我最大的养分就是看书 所以我到现在我每天 我这个我记得这一个月 我买了十几本书在看 你真的看很多书 对 然后所以我先生说 你上辈子绝对是文盲 因为我只要一回家就看书 所以我先生是开电视 我就在旁边看书 因为我看书真的是很享受 所以我从小的娱乐 就是到文具行去翻书 因为没有钱嘛 就是在那边看书 所以我真正的老师是看书 我不是老师 好 所以刚才讲 自我价值的养成 你就发现 我有一路过关 染将的克服 我所有的不公平 或者所有的资源不够的 一个环境 都是靠自己 所以我爸有时候会 讲到我他会哭 他说我从小到大 都没有跟他领过一个学费 因为我都靠 后来我到国中知道 原来读好书 你可以赚奖学金 奖学金就可以付我的学费 然后我就可以不用听我爸妈的话 对吧 你自己赚钱 你要指教我什么 因为我自己赚钱 我自己付我的学费 我就一直国中高中 然后不太跟家人拿钱 所以我在这里头就一直累积了 原来我这样做是可以 可以work的 你有办法靠自己去解决问题 是的 所以我才会刚才在讲说创意 独立思考 解决事情的能力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是我在这个路上最大的体会 那爸爸妈妈在这些 你在克服困难的环节里面 扮演什么角色 他们知道你的困难吗 知道你去学校不会讲国语 知道你被放在放牛班 然后知道老师 其实是有差别的眼光 这些你会诉苦吗 不会 因为我的爸妈是 我爸妈非常忙 然后这是第二个 我的爸妈是处在一个 男尊女卑的世代 因为我妈妈是同养媳 所以本来就是觉得 女人女孩子 就是找一个男人嫁了就好 然后不需要念书念太好 所以我们家的家教 从来没有教过我 我的补习是真的考国考 才开始有了补习班的经验 那我的哥哥们都有 补习班跟家教的经验 所以可能家里会给哥哥钱 但是我是不会拿钱 就是即便我这样快过年 即便是以前我父母亲给我红包 我一定是钱还给他们的 我是不拿钱的 所以就蛮倔的个性 所以我觉得这一路的过程 那个自我价值的一个认同的时候 我会很完整 我自己觉得我是完整 因为我没有加手于 没有任何别人给我资源 我完全靠自己而来的 这样子呢 你刚刚讲我想很多听众朋友 可能第一次听到 赖律师你这些背景 对我而言 有些地方真的超越我本来的想象 我们会以为说赖律师可能来自于 父母合乎很多 或打造了整个情绪 因为你的很多想法或是什么的 那个就是比较前进的这个部分 我其实知道你讲这个过去的时候 我会觉得更加敬佩 例如说你父母还在男尊女卑的那样子的世代 可是你却一带就跨出来 在带领大家在思考性别的东西的时候 这么前面 所以我在想你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一个最好的回应我们这位听众问题的 就是自我价值可不可以靠自己去建立 我想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很多就是说 比较知道 也不要说 我觉得自我价值并不是说觉得自己很棒 而是一种觉得说 好 把什么事情来就再处理 因为我以前处理过很多次 我觉得这叫 这个是一种安全感跟自信 其实自信不是 我真的觉得不是觉得自己很棒 我反而觉得自信是 我真的觉得我也搜索 但是我这样搜索的也经历过很多事情 所以事情再来 我也就再以我有的拼的命去处理 我觉得这才叫自信 真的觉得自己很棒的人 通常都经不起真正的打击 有时候真的剥离心 对 那如果是 就是你的父母可能属于 没有那样的余裕帮你太多 但是他们至少没有家租太大的伤害 我有一件事 他们不会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是 我的界限踩得很紧 就是你不要过问我的事 因为我完全是自立更生 就是说 我觉得我爸爸是很想要介入我的 我爸爸很想要帮助我 应该讲说我爸爸很想要靠近我 我妈妈是没有 我就讲男尊女卑 我妈妈是农村社会出来的 所以那个男尊女卑 她是根深蒂固 好女人的那个世代 所以那种一定是 男儿一定是最好的 然后所以我妈妈会有很多的言语 是女性对女性的不公平 通常是来自于母亲 不是来自于我父亲 所以你会听到这些话 我们平常都在聊一些 这种你应该很能听 常听 常听 我妈妈是当众讲的 我妈妈以前 你说当众讲一些 例如说比较贬低女性或女儿的话 她说举例 我举个小例子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 可能有类似的经验 等一下赖玉士 我们让大家回味一下 对照一下自己的人生 等一下再来听赖伯母说过什么 好 成才的那个年代 从童养习然后开始要担负 所有社会上家庭里面 对女性的角色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赖玉士的妈妈 会浸泡在那种传统的观念里面 对 你说她说过什么贬低女性的话 像其实举例来讲 这应该大家都很听过 很通俗的 就是我记得 他们在处理那一代的继承 继承议题的时候 我那时候才大学 刚刚上大学吧 然后她在处理舅舅 他们那些继承 她就只是讲说 你们这些妹妹们都要抛弃继承 我告诉你 我们家的财产也都是只有男丁可以继承 没有女儿的份 她就当众在讲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稍微这样看 因为我就在场 然后其实妈妈是不在意 她只是说 我知道 我告诉你 这样才是一个伟大的女人 你知道那个意思 因为她那个姿态 那个大姐的姿态就说 我告诉你 女人要怎么当的 就是要这样当 那个时候有一种感受就是 妈妈你有可以那个观点 但是你的态度是在警告 就是说你们不要僭越 你不要贪财 你听到了那一件事 就是说 所以一个女性应有的权利 这一件事情 如果你只要有个权利意识 女性有个权利意识 你就是贪了 你就是不好的女人 才会这么想 所以那个感受其实挺深的 然后其实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只记得 我哥哥我们在看卡通 然后妈妈就会叫我说 你去端那个菜去给哥哥吃 我想说 我跟哥哥都同时在看卡通 那他的饭菜 为什么是要我去端 我妈就会类似这种很清楚 然后他也会明讲 就是女孩子功课不用念 叔叔也不用念太好 就类似这样 所以家教一定是哥哥 然后那个便当菜 就是哥哥有便当 我可能就是很简单 那个早上的那个饭 冷的饭再加一个 加一颗香肠 加一颗蛋就没了 就这样 所以我很喜欢吃面包 后来我发现 我不要带了 我吃面包比较快 所以我觉得那个 那个性别的落差 你会带来很多的繁星 因为你会先想的是 妈妈你不爱我 可是你没有想到 有时候就是世代的议题 因为妈妈的想象中的好 是那个世代认为的好 并不代表不爱你 所以那个得要 你历经了这些性别运动 一直到现在 有余力的时候 才看得到妈妈当时的处境 然后你才有办法跟当时的爸爸 跟妈妈和解 那我自己觉得我很谢谢 就是我爸爸很想要靠近我 但很困难 因为我是一个很new的人 你越要管我 我一定会越走反方向 他不要管我就什么事都不会有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父母的放手 对孩子还蛮重要 你要信任孩子 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情 孩子才会相信自己的价值 如果连你都否定掉我的价值 一天到晚要呵护我 一天到晚要担心我 我的价值到底要怎么长出来 那很多人 其实说起来她的创伤 跟自我价值低落的女性 都会说起 她们有这样子的妈妈 那如果你回头看 你妈妈这样子的信念 为什么没有局限你 跟伤害你 然后你为什么可以 长出你的自主意识来 我自己觉得一个很感谢 就是看书 我在小时候不是 就一直劲爆在书里面 所以我在那个书里面 养出了很多 会问为什么的这个能力 就是说你会看到 你看到居里夫人 你也看到对吧 也看到海伦凯勒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的 模范的女性 事实上是可以做自己的 我跟你说 你让我插一句话 真的不是要插柯达 因为稍早在跟一个朋友 在聊的时候 她说她想要聊聊 现在的女生 看的那种罗曼史 跟那种霸道总裁漫画 是不是会影响她们 你会告诉台语 是不是会影响她们以后的 女性自主的概念 所以我刚刚只是想听你的例子 我觉得好感谢你看的 是居里夫人 海文凯勒 你看到很多独立自主的女性 你也是追剧 看霸道总裁 那你就会正好觉得 你妈讲个刚好对而已 因为可能书看了书类很多 像那时候我还看飘 我们那个年代 那个飘你看到 她也很强悍 老师家非常的强悍 真的而且是明天会更好 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困境 她可以讲明天会更好 她相信明天会更好 我记得她最后一句是这样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是可以克服这件事 然后我那时候还很小的时候 我印象中说 我到底能不能克服自己的恐惧 我还在试着跨那个 你知道我用有一天 我记得那时候乌云 就是那个飘过来说 会下大雨的时候 我就到顶楼去扛住 那个乌云压得很低 然后靠近你的时候 在面对那个恐惧的时候 我能承受到什么程度 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时 就去体验那种感觉 所以当大雨这样子下 然后水要淹进来的时候 整个这样淹进来的时候 我是什么感觉 我就自己去跑去体验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她在我的日后的成长当中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养分 也就是说 在我们上个单元就提到 是这个单元提到溺爱吗 对 就刚才有朋友说溺爱不是爱 你看我跟她聊到 觉得我已经聊到第二集 第三集去了 就提到那个love那一件事 我觉得一个母亲或父亲 能够相信自己的孩子 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 不介入不干预 而且是信任我可以长很好 我会带着这样的一个陪伴跟支持 这样子长大 他们的那个不发生 尤其是我父亲 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历程 当然我这是回头望 我曾经每天跟她吵架 就是可能这几年 我才跟爸爸稍微就是缓解 可以跟她聊天 元音你想要听吗 想 你知道我爸其实就很啰嗦 很唠叨 他可能会看 没问题 他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因为那时候我跟他冲突很大 我们全家都知道 我跟爸爸冲突很大 我不是跟妈妈冲突大 我是跟爸爸冲突大 这点很特别 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就长这样了 你了解她途径 她也就只能这样想事情 她也真的只能这样想事情 然后喜欢看争论节目 就这样了 然后我爸爸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在乎我的人 所以你越在乎我就跟我冲突越大 然后就会干预我 然后就会唠叨我 然后呢就说 哎呀你现在做得怎么样啊 事情不要太忙啊 然后我就想说 你要不要讲完了 我赶快挂电话 就是类似这样 会觉得说 你一直问我工作怎么样 太忙啊 怎么样 我就觉得你讲这有意义在哪里 我会觉得没有意义 然后就想挂他电话 可是直到有一天 我有个明白 就是说 我们每个世代都带着创伤 都带着学习而来 他也不过用他所学习的方式 表达他对你的关心跟感情而已 所以有一天我爸爸在问我 你要不要拿蛋回家的时候 拿鸡蛋 现在这样的鸡蛋很贵 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 这很麻烦 拿鸡蛋还要去停车场 这样很麻烦 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爸爸表达 他唯一能够表达的方法 就是表达爱的方式 所以我明白那个蛋 或者那个青菜的重量有多重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欣然 拿了爸爸表达的方法 然后那一刻我觉得 就是在一个理解 理解我们的伤 好多这个世代 包括邓医师 包括现在好多的心理师 接住我们这个世代 说出这个世代的伤 你会有什么童年逆境 一堆的书来告诉你 曾经的创伤 可是那时候 那个世代的父母 是谁来告诉他们 经过战乱 经过贫穷的创伤又是什么 没有人讲过 你跟有人经过 白色恐怖时代 那那个创伤又是什么 没有人在陪伴他们 走那个创伤 我们这时候的创伤 跟他创伤 也不过就是不同世代的创伤 我觉得在一个互相理解下 我觉得是很容易和解的 我想大家都得到 蛮大的启示跟感动 最后你让我想到一段书里面的话 我用这个来呼应 莱玉士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故事 也很感谢莱玉士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最近我也不是故意的啦 但是大家可能很感受到 我最近常常引用 《始于极限》这本书 因为它真的就是 我最近一直在发现里面很多新的点子 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段 没讲过 我应该没有讲过 就是上演秦赫子女士 日本的这个女性主义的教授 跟林木良美一个比较年轻世代的 差了20岁的这样两个世代在对话 林木良美说 她为什么去做AV女优 然后挑战这些 好像一般的女性 不敢也不屑 把自己丢进去的地方 那经过她们两个的一些对话 她慢慢理解到说 可能是一种挑衅她妈妈的方式 因为林木良美的母亲 是一个知性的女人 她非常看不起 用身体本钱去穷生的女人 那林木良美就描述 从小她不管有什么困难 她妈妈都会跟她讲道理 刚开始的时候 她就觉得说很好 妈都不会用骂人 都是跟我讲道理 可是等到有自己的意识的时候 就觉得很烦 因为什么事情都逃不过她妈妈 她妈妈就是一个 永远都比她更棒的脑袋 这让人很痛苦 然后她说 所以她觉得她去做AV女后 可能就是挑战了 走了她妈妈唯一看不懂的一块 可是她后来当然也遇到很多的挫折 结果我们上野千和子教授 在回应的时候 我是要讲她回应的这句话 来做你刚刚的那个故事的一个总结 她说梁美啊 我完全可以感受到 你有这样的妈妈 真是个大trouble 真是个大麻烦 一般人可能都会羡慕你这样的妈妈 可是我真的觉得 有这样的妈妈真是个头痛 你很同理你知道吗 这是很完美妈妈 可是就是说 这个妈妈让孩子 无法享受超越妈妈的感觉 你真的也很辛苦 然后她就说了她自己 她说相反的 我妈妈是一个从来没有办法了解我在想什么的人 我妈是一个传统妇女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说过 我觉得母亲能给子女的一种叫爱 一种叫理解 我一直都很遗憾 我从来没有得到我母亲的理解 但是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 我回头来看看 尤其看你的故事 我深有所感是 我从来没有得到我妈的理解 可是她用她所知道的方式 在爱我 现在再让我重选一次 我没有那么确定 我需要她的理解 好 那这个送给大家 我们都来感受一下 自己跟成长过程 创伤的一些重新转换 或重新转化的机会 谢谢大律师祝福大家 谢谢